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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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那府里平大嫂子开发 或是打几下子 或是看人饶了她们 随她去就是了 什么大事 是 周睿家的素日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 圆有些体面 心性乖滑 专管各处献情讨好 听得脚门上的婆子怠慢了油饰 过来 有素日因与这几个人不睦 马上出来传话 带几个人到园子二门处把那个婆子给绑了 叫到马圈里看起来 就说二奶奶吩咐他 去吧 是 你去告诉林之教乡的林大妈 就说二奶奶让她到园子里 去听大奶奶的吩咐去 是 去吧 不想 一个婆子的亲家娘是邢夫人的陪房废婆子 这废婆子只因贾母近来不大作型邢夫人 所以连这边的人也捡了威势 如今贾母庆受这样大事 刚看着人家逞财迈迹办事 胡腰合流弄手脚 心中早已不自在 如今听了周睿家的困了她亲家 越发火上交友 我那亲家 不过和那府里大奶奶的小丫头 白道了几句话 周睿家的就挑唆咱家二奶奶 捆到马圈里 等过了这几日还要打 求太太 我那亲家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了 和二奶奶说声 饶她这回吧 这有什么大事 无非打一顿罢了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 又是老太太的千秋 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可是二奶奶就是不饶人 她如今哄着老太太喜欢 她好就终作威作福 挟制着连二爷 挑唆二太太 把这边的正经太太 倒不放在心上 今儿两位王妃要见姑娘们 老太太就让三姑娘见 不让二姑娘见 我们都替太太不值 一样是亲孙女 都是姨娘养的 怎么就这么厚此薄彼 所以 究其原因 还不是因为老太太偏心 其实 老太太不喜欢太太 都是二太太和连二奶奶 挑唆的 好 别说了 别说了 台北的帅舍来了 在哪儿的人都来了 是啊 是个好日子啊 只有四日一早 众族人都到齐 坐席开戏 贾母高兴 又见今日五远期 都是自己族中子之伴 只便衣常装出来了 堂上寿礼 给老祖宗拜寿 祝老祖宗 福如东海 寿禀南山 起来吧 给老祖宗拜寿 好 祝老祖宗 福如东海 寿禀南山 起来 起来 给老祖宗拜寿 祝老祖宗 福如东海 寿禀南山 好 给老祖宗拜寿 祝老祖宗 福如东海 寿禀南山 福如东海 去哪 祝老祖宗拜寿 fruit 馀 祝老祖宗拜寿 グリirez Alors 海兽密南山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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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你 你要是说我好痛 我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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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高 我呀呀 我分高 我好痛啊 不然放回那儿去啊 好 好 那哥子呀 那边就落在老太太上了 是 瞧把老太太给高兴的 是 太太 回去路上可得仔细着点 两位太太还有什么吩咐 我听见 昨晚上二奶奶生气 打发周冠家的娘子 捆了两个老婆子 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 论灵 我不该讨情 我想啊 老太太的好日子 发狠的还舍牵舍米 周贫济老 咱们家 倒先折磨起老奴才来了 不看我的脸 全且看老太太 二奶奶 竟放了他们吧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哪里的话 昨儿 因为这里的人 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 我怕大嫂子多心 所以我把那两个婆子捆起来了 袁说过了这几日 发给他处置的 连我并不知道 你袁也太多心了 我是非你脸上过不去 所以等你开发 不过是个礼 就如我在你那里 有人得罪了我 你自然会送了来敬我 凭他是什么好奴才 到底凑不过这个脸去 这又不知 谁过去没得现钱 这也当一件事情去说 你太太说得是 就是你真哥媳妇 也不是外人 也不用这些虚理 老太太的千秋要紧 放了他们为事 去让他们 把那两个婆子放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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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听过了 二奶奶还是哭的 那边大太太当着人 给二奶奶没脸 起因却是因为两个奴才 得罪了真大奶奶 偏有一个是大太太 陪房的亲家 这才是奉儿之礼处 奶奶为我的生日 有着奴才们 把一族中的主子 都得罪了也不管吧 真是太太素人没好气 不敢发作 所以啊 竟然拿着这个杂法子 分明是 当着众人 给疯儿没脸罢了 今儿姑娘回来了 来 你到哪儿玩儿去了 在园里林姐姐屋里 大家说话的 你找个人到园里 各处女人们跟前 嘱咐嘱咐 今儿留下的亲戚家的女孩 喜姐儿和四姐儿虽然穷 也和家里的姑娘们是一样 大家照看精心些 还是我去说吧 别人去也没人肯听啊 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 都是一个富贵心 两只体面眼儿 未必把他们俩放在眼里 有人小看了他们 我听见可不一啊 且说鸳鸯园子里传话回来 只见脚门虚眼 游位上栓 此时园中无人来往 鸳鸯不曾有个作伴的 独自一个 脚步又轻 所以该班的人皆不理会 谁 鸳鸯眼尖 趁月色见准是迎春房里的思琪 思琪 你还不快出来 吓着我 你再不出来 我看起来当贼拿了 这么大的丫头了 没个黑戒白日的 只顾完不够 好姐姐 你千万别嚷嚷 我求求你千万别嚷嚷 这话怎么说 怎么了 姐姐 那人是谁 是我孤舅兄弟 要死要死 姐姐 姐姐 你还不赶快出来 姐姐都已经看见了 快出来可逃 姐姐 姐姐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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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姐姐姐身上 只求姐姐超胜要紧 下次再也不敢了 谢谢皇妃 你 我 你放心 我横手不告诉一个人就是了 好姐姐 姐姐姐 姐姐姐 姐姐姐姐 已经出去了 脚门上锁吧 我在这里有事 起来住手 我这儿就出去 姐姐 那思琪和他顾表兄弟 互被鸳鸯尖赛 思琪一夜不曾睡着 又后悔不来 茶饭无心 起座恍惚 我去他家看过了 你拿兄弟竟逃走了 你说什么 姑娘 三四天没回家了 如今大发人四处找他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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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姑娘 别气坏了身子 如今先养好病是要紧的 再要养不好啊 让太太知道了 让你挪出去可就不好了 芳芳柔你先去吧 我这里不行 姑娘慢睡 二鹏还离不开我 我先去了啊 董事闹了出来 也该死在一处 你自为是男人 先就走了 可见 是个没情没义的汉子 好吗 好吗 莲花 莲花 姐姐在找什么 我前日换下来的衣服 你见着没有 姐姐今天早上 不是让我去洗吗 思琪在吗 莲安姐姐 思琪 听说你病了 特地过来看看 莲花 你给我倒杯茶去 是 过来躺着吧 慢点 姐姐 姐姐 听说有个小四跑了 又听说你病重 我猜 你是怕我说出去 才病成这样的吧 我 我要是告诉一个人 立刻现死现报 你只管安心养好病 可别白糟蹋了小命啊 我的姐姐 咱们从小耳濒思默 你不曾把我当外人带 我也不敢怠慢了你 如今 无私一招走错了 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 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 从此后 我活一日 是你给我一日 如果我的病好之后 我那天把你立个长生牌位 我天天奋向礼拜 保佑你一生扶寿双全 姐姐 如果我要是死了 变绿变狗 我也会报答你 苏语说 千里大长篷 没有不散的演戏 再过三两年 我们都是要离开这里的 苏语又说 扶平尚有相逢日 人其却无界面世 到那时 我又怎么报你的可信 就是这话 我又不是管事的人 何苦坏你的声明 我白去献殷勤 况且这事 我自己 也不便开口向人说去 你只放心 从此养好了 可要安分守己 再不许胡心乱做了 啊 好今天 鸳鸯又因这两日 凤姐声色怠惰了些 因顺路也来望后 你奶奶这两日怎么了 我看她懒懒的 她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 早在一月之前便是这样 又间这两日又忙乱了两天 又受了些嫌弃 重新又勾起来 这两日比前些又添了些病 所以支持不住 便搂出马脚来了 既这样 怎么不早请大夫来治 我的好姐姐 你还不知道她的脾气呢 别说请大夫来吃药 我看不过 白问了一声 身上觉得怎么样 她就动了气 反说我咒她病了 然后这样 天天还是查三访四的 自己再不肯看破线 且养身子 虽然如此 到底该请个大夫来瞧瞧 是什么病 也都好放心呀 说起病来 据我看 也不是什么小症候 是什么病呢 只从上个月行的经之后 这一个月 竟历历细细的没有止住 这可是大病不是 没有 因你这话 这可不成了 雪山崩了 你女孩家这是什么话 倒会骤人呢 究竟我也不知道什么崩不崩的 你倒忘了不成 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 我也不知道这病 你无心听妈和亲家妈说 我还纳闷 后来也是听妈吸收缘故 才明白了一二分 你该知道的 我竟也忘了 二爷回来了 平儿 平儿 原来 奶奶睡着吗 鸳鸯姐姐 今儿跪脚踏尖地啊 来请爷奶奶的安 便宜有不在家的不在家 睡觉的睡觉 姐姐一年到头辛苦服侍老太太 我还没看你去 哪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呢 真是巧得很 我才要找姐姐去 因为穿着这袍子热 先来换个假袍子 再过去看姐姐 不想天可怜 省我走着一趟 姐姐先在这里等我了 又有什么说的呢 有一件事我竟忘了 只怕姐姐还记得 上年老太太生日 曾有一个外露和尚 来孝敬一个辣油冻的佛手 因老太太喜爱 就即可拿来摆着了 因前日老太太生日 我看古董账上还有这一笔 却不知此时这点东西 着落何方 古董房里已经问过我两回了 等我们问清楚了 好筑上一笔 所以我问姐姐 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 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 老太太摆了几日厌烦了 就给了你们奶奶 这会子你用来问我 我连日子还都记得 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送来的 你忘了 我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 交过来了 现在楼上放着呢 奶奶已经打发了人出去说了 给了这屋里 他们发婚没记上 这会子又来盗弄这么要紧的事 既然给了你奶奶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就卖下了 奶奶告诉二爷 二爷是要送人 奶奶不肯 好容易留下的 这会子自己忘了 又来说我们卖下了 什么好东西 什么要紧的物 比这强十倍的 也没卖下易遭 这会子又爱上那不值钱的 我如今啊真是糊涂了 丢三忘四惹人抱怨 竟大不向先了 也怨不得 事情又多口舌又杂 你在喝上两杯酒 哪里清楚的许多 我也该回去了 好 姐姐 再坐一坐 兄弟还有十香球呢 怎么不吸好茶来 快拿干净盖碗 把昨浸上的新茶 漆一碗来 这两日 尹老太太的千秋 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 急处方 几处房租地税 通在九月才得 这回子竟接不上 明儿又要送南府的礼 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 还有几家红白喜事 少不得三二千两银子 一事难去支借 苏语说求人不如求己 说不是姐姐当个不是 展且把老太太 查不着的金家伙 偷着运出一箱来 展一押千数两银子 支腾过去 不上半年的光景 银子来了 我定交换 乱不能让姐姐落不是 你倒会变发 亏你想得出来 不是我扯谎 若论除了姐姐 也还有人管得起 千数两银子的 只是他们为人 不如你明白 有胆量 我若和他们一说 反吓住了他们 所以我宁撞金钟一下 不打破骨三千 平姐姐 鸳鸯姐姐在吗 我在呢 老太太找姐姐半日 我们哪儿也没找到 现在这里 快回去吧 我去瞧瞧 她可阴准了 好 虽然未应准 却有几分成熟 须得你晚上 再跟她一说 就时辰了 我不管这事 唐活说准了 这回子说得好听 当有了钱的时间 你就丢到脖子后头 谁和你打鸡翁去 唐活老太太知道了 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 好人 你若说定了 我谢你如何 你说 谢我什么 你说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奶奶倒不要谢的 左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 恰少一二百银子使 如今借了来 给奶奶拿一二百银子 喜不两千其美 幸亏你提起我了 就是这样也罢 你们太也狠了 这回子你们别说一千两子当头 就是献银子要三五千 只怕也难不倒 我不跟你们借就罢了 这回子烦你说一句话 还要个力气 臣臣了不得了 我用三千五万 不是赚的你的 如今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被地里嚼售我的不少 就差你来说我了 可知没家亲 引不出外鬼来 我们王家可哪里来的钱呢 都是你们家家赚的 别笑人恶心了 你看看你们家 什么十重等通 把我们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 也够你们过一辈子呢 说出来的话也不怕扫 现有对证 把太太和我的嫁妆 拿出来细看看 再比比你们家的 哪一样配不上你们的 说句玩笑话你就急了 这有什么这样的 要是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 这多的没有 这还有 先拿了进来 你使了再说 如何 我又不等着掀口垫背 忙了什么 何苦来犯不着这样干活胜 不是我着急 你说的话戳人的心 我影响着 后日就是由二姐的周年 我们好了一场 虽不能别的 到底给她上个坟烧张纸 也是姐妹一场 她虽没留下个男女 也该前人洒土 迷了后人的眼才是 难为你想的周全 我竟忘了 既是后日才用 若明日得了这个 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来 奶奶 来了 奶奶 二爷 可成了没有 进不中用 我说需得奶奶做主就成了 又是什么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万儿有个小子 今年十七岁了 还没得女人 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 不知太太心里怎样 就没得计较的 前日太太看彩霞大了 二则又多病多灾的 因此开恩打发她出去了 给她老子娘 随便自己捡女婿去吧 所以啊 万儿媳妇来求我 我想她两家 也算得是门当户对的 一说去自然成的 谁知她这回子来了 受不中用 这是什么大事 比彩霞好的多着呢 爷虽如此说 连他们都瞧不起我们 那别人就越发看不上我们了 好容易先看整个媳妇 我只说求爷爷奶奶的恩典替做成了 奶奶又说她必肯的 我就烦了人走过去试一试 谁知白讨了个没趣 若论那孩子倒不错 据我素日思言试她 她心里倒没什么说的 只是她老子娘两个老东西 心太高了些 他们还想往哪儿高去 什么大事 知关姑姑唧唧的 你放心且去 明儿我做媒 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 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理去 就说我的主意 她十分不一叫她来见我 多谢二爷 谢二爷成全 多谢奶奶 奶奶费心 起来吧 连你二爷还这样看操心呢 我倒反袖手旁观不成 望儿家的你听见 说了这事儿 你也忙忙地给我玩了事儿来 说给你男人 外头所有的账 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进来 少一个钱我也不一 我的名声不好 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 奶奶打眼太小了些 谁敢议论奶奶呀 若收了时公道说 我们也少了些麻烦 不大得罪人 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 真嗝的 我还等钱做什么 不过是为了日用 出得多进得少 如今这屋里有的没的 我和你姑爷爷月对月钱 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 通共一二十两银子 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 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 这回子早不知到什么破谣里去了 如今倒落了个放账破了户的名 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 我比谁不会花钱 咱们就坐着花 倒多早晚是多早晚 瞧老太太生日 太太急了两个月 想不出烦来 还是我提了一句 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 大同西家伙四五箱子 拿去弄了三百银子 才把太太遮羞脸堂了过去 我是你们知道的 那个金的自鸣钟 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 没过半个月 大事小事倒有十来件 白填在里头了 如今外头也短住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 搜寻上老太太了 明儿再过一年 个人搜寻到头面衣服 可就好了 瞧奶奶说的 哪一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服折变了 不过过一辈子的 只是不肯罢了 不是我说了没能耐的话 要像这样 我竟是不能了 昨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 说来也可笑 梦见一个人 虽然面善 却不知名信 找我 问他做什么 他说是娘娘打发他来的 宫里夏爷爷那儿来人了 刚说着 就来了一股子 奶奶的梦 莫非先梦不成 又是什么话 一年他们也搬够了 你藏在这里 等我去见他 若是小事就罢了 若是大事 我自有话回他 夏爷爷因今儿偶建一所房子 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 哪怕我来问舅奶奶家里头有现成的银子 但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过来 什么是送过来 有的是银子 只管先对了去 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的 出去 不管哪里先支二百两来 我才因别处支不动 才来奶奶这里支的 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 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 平儿 把那两个金像圈拿出去 暂且压了四百两银子 二百两给夏爷爷送去 余下的给望儿媳发预备中秋过节 那谢谢舅奶奶了 谁洗外岁何日是了 昨日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 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 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 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 等等 来往家的事 你放心 我记着他 去吧 且说彩霞早闻得望儿之子酗酒赌博 而且容颜丑陋 一记不值 二奶奶 深恐望儿帐凤姐之事 一时作成终身为患 不免心中急躁 坐吧 来往跟了二爷这些年 是二爷最隐仗的人了 他家小子 我看也是个人才 将来定然是要跟着二爷的 彩霞要是给了他家 我们定不会亏待了他 娘 娘 怎么样了 娘 你 你答应了 彩霞听闻心中夜发熬头 彩霞与他姐姐采鱼 进二位来找赵姨娘 赵姨娘素日身于采鱼契合 巴不得与了贾桓 事晚得空便先求了贾政 情急之下 赵姨娘说漏了 宝玉已有房中人两年了 被赵姨娘房中的丫鬟小雀看到 告诉了宝玉 帝方老爷第二天问话 宝玉听了别无他法 接李叔的书欲被明儿盘好 自己读书不知紧要 却带累着一方丫鬟们皆不能睡 席人摄月秦闻等几个大的 是不用说 在旁剪竹针茶 那些小的都困颜朦胧 前仰后合起来 夜静了 冷 你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啊 你暂且把我们忘了 把心企略对着塌陷吧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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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看见一个人 从墙上跳下来了 别胡说 真的 我亲眼看见到 在哪儿 你可看真了 看真了 看真了 就在那儿 打起灯来 你们都出去看看 是 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 对 就在那儿 怎么了 哪儿有人呢 小祖宗 你怎么也出来了 小心着凉了 快进去吧 到底怎么了 人呢 人在哪儿啊 没什么事 走吧 秦文应见宝玉读书苦恼 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 来拖此难 不如趁这个机会装病 就说是吓着你 这行吗 去把外面上夜的婆子招来 就说刚才园子里闹鬼 把宝玉吓着了 快去 都找遍了 再去都没咬 我姑娘睡迷糊了 太花眼了 方菲树枝一摇滑 就物作为人了 少放邹屁 你们查得不严 怕得不是 还拿这话来织物 才刚并不是一个人看见的 我们跟宝玉出去有事 是大家亲见的 如今下的宝玉颜色都变了 浑身发热 我正要到上房 去拿安婚丸来呢 太太要是问起来 是要回明白的 难道依你说 就罢了不成 你给我去上房取药 秦文等又出去要药 故意闹得众人皆知 宝玉吓着了 王夫人听了 忙令人来看事给药 又吩咐各上夜人 仔细搜查 于是园内灯笼火把 直闹一夜 我必料到有此事 如今各处上夜 都不小心 还说小事 只怕他们就是贼 也未可知 静音凤姐姐身子不好 几日园内的人 比先前放肆了许多 先前不过是大家 偷着一时半刻 或夜里做京时 三四人聚在一处 或制宰或豆排 小霄的玩意儿 不够为熬困 近来尽次放蛋 竟开了赌局 甚至有投家局主 或三十调 五十调 三百调的大输赢 半月前 竟有争斗相打之势 已经知道 为何不早回我们来 我原想 太太事多 且连日不自在 所以没回 只告诉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 借吃过几次 近日好些 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厉害 你自以为耍钱尝试 不过怕引起争端 殊不知夜间既耍钱 就保不住不吃酒 既吃酒 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 破卖东西 寻张秘礼 其中夜静人兮 须便藏贼 引奸引盗 何等事做不出来 况且 园内的姊妹们 起居所办者 皆细丫头媳妇 贤余混杂 贼盗事小 再有别事 倘略粘带些 关系不小 这事岂可轻数 老祖宗教训得是 只是 我这身子又病了 难免 让那几子小人 钻了空子 难为你了 宝玉怎么样了 太医才去看过了 受了点惊吓 倒没什么大碍 开了几安神的药吃了 已经睡下了 这就好 那些吃酒赌钱的 要好好查 绝不能纵容 您知孝家的 和赖大家的 我今天就开始查了 赌钱的 大头家三人 小头家八人 聚赌者共二十人 都绑起来了 等老太太发落呢 来 干饭 那个小鸟子 你再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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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描啊 你再描 喽 us θα描 us 这也不敢了 再描一描 乱乱 那是我的 最爱说 这人是林志孝家的两姨亲家 大太太 大太来帮我们求求请吧 大太太 我们大爷不敢 这是 求求求看 二姑娘的奶娘 这一种事情绝不能姑息 为首的 每个人四十大板 演出去 总不许再进 从者每人二十大板 都去三个月院前 以后去打扫册行 那些赌具 骰子 牌 一并烧毁 所有的钱入关 吞散于重任 一时贾母些傻 大家散出 都知贾母今日生气 皆不敢各散回家 邢夫人也就往原类散散心来 这吃丫头 又得了什么狗不识 这么欢喜 太太说得真个巧 真个狗不识呢 太太先瞧一瞧 感谢两个妖精打架 拿来我瞧瞧 必须两口子相打 你打哪儿得来的 我掏七声在山石上捡的 不许告诉一个人 这不是好东西 连你也要打死 解疑你素人是傻子 以后再不许提醒 记住了 刑夫人心内十分海益 揣摩此物从何而至 请不行于声色 停下 把这个交给二太太 就说是老太太房里的傻大姐 在园子里拾到的 本要送给老太太看的 我给接下来 请二太太过目 未光的家业凋零 富贵的 今夜三尽 有万顿 四里逃生 无情的 分明暴雨 千明的 明已换 千雷的 雷尽 远远相报 远远相报 是非情 分离聚合 皆皆定 你 欲知名段 问千生 老来富贵也真 叫醒 你 看破的 看破的顿 顿落空门 看破的顿落空门 痴迷的 看破的顿落空门 你似是尽 你似是尽要 头离 落了片白茫茫 大地 真干净 真干净 优优优优独播